柔和的光线透过地板反射 让人看出艺术家对光影的拿捏恰到好处 东海大学美术系最近欢庆创系30周年 为了展现多年来所延续的东海精神 校方这次邀请多位校友共同参展 要来诠释东海风格 大家都会说 你们学生的作品很东海 或者会讲说 你这个人还蛮东海的 这个时候他讲这句话我马上就懂了 可是你要我具体说出来 我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 所以这次展览呢 我就想要由大家来一起探索 在东海大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之下 尤其是在我们美术系 在非常特殊的一个渊源之下 我们所建构起来的一种艺术的价值观 东海美术系当年的创系系主任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美学大师蒋勋 他所提倡的风格 强调艺术要和生活产生共鸣 因此展览现场随处可见 大家的创作都按身板环境有所关联 而并非只是局限单纯的绘画技巧 而我们在现实里面 经常都要被拉扯 经常都要受到挫折 可是比较了不起的是 我们即便受了挫折 下一回我仍然可以相信 我可以飞上去 其实大家可能都认识蒋勋 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文化工作者 那事实上 他是我们东海美术系的 创系的系主任 那他认为艺术呢 其实是生命里面 或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他不认为 艺术只是一种技术 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不管是将物品擬人化 或是透过大小差异 来拉近艺术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几乎每一项作品 都可以发现 以人为本的概念 介绍和环境产生连结 也象征东海美术系 独到的艺术见解 记者洪嘉宏 他就知道